封建社会皇权至上 而圣旨在古代一直是被当作皇帝亲临 同样是权力意志的体现 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若是能得到圣旨 那可是光耀门眉的事 在河北行台的一名男子 在清理房屋的时候 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套看起来很尊贵的卷轴 打开之后才知道这竟然是一道圣旨 小农家里翻出圣旨 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全村上下都在讨论有关圣旨的消息 一时间众说纷纭 这种消息自然不可能停留在小山村 这件事传到了当地的文物局 文物局来了一行人 对男子表明情况 男子将这一卷圣旨拿出来 交给文物局的研究人员查看 研究人员发现 圣旨的制作材料十分考究 是用上好的蚕丝制作而成的灵锦之品 祥云瑞鹤的图案栩栩如生 绣工精良 即便是过去几百年 圣旨依旧雍容华贵 圣旨完全展开 长1.92米 宽度约为31厘米 两边分别写有 奉天告命 宣德二年 卷手一共135字 最后还有盖上方形宝印 赤命之宝 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道圣旨是由明英宗 朱祁镇颁发 1447年 为了嘉许官员 特地理写圣旨 来安抚官员家眷 赤命之宝 ahn 呱